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人很多喔 我看應該 今天的那個人數算不少 我們從昨天跟今天這樣上課 有沒有一點點收穫 有 有沒有今天早上才來的 有齁 有幾個 所以只有聽到一堂課而已齁 沒有聽到 剛剛也沒聽到 現在才當喔 辛苦了辛苦了 我在想齁 台灣啊對台灣歷史 覺得自認為對台灣歷史很了解的 有沒有 有沒有應該沒有齁 台灣的歷史齁 在中華民國70年 流亡政府的這個教育下 是捏到的 所以 我們等一下呢 講的整個台灣的歷史的過程 你會覺得欸 跟你從小到大學的 聽到的 認知的 感覺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我們現在呢 要敞開心胸 要接受台灣真正的正確的歷史 然後去檢視說 欸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捏造台灣人的歷史 這是一個重點 我先來問問看齁 在場的啊 有沒有看網路來的 有 一個 自己來的 看網路啊 自己看報紙啊 來的 有齁 兩個 現在這個 越來越多 以前齁 不太可能 為什麼最近啊 自己看網路來的 看報章雜誌來的 越來越多 因為台灣民政府啊 開始在媒體已經曝光了 以前很多人會問說 你們為什麼不打廣告 為什麼不宣傳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媒體是在誰的控制之下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控制之下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齁 民政府一路走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走到現在這個腳步的時候 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因為即將執政 那 我再問齁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沒有被逼來的 沒有 真的嗎 有啦 一定有的啦 旁邊那個給你逼的嗎 喔不是 一個齁 一定有啦 因為齁 我就是被逼來的 逼我的那個人齁 我剛剛叫他去專訓 他不去上課 他坐在後面 那個我媽啦 坐在那邊笑有沒有 我跟他說齁 去專訓 他說要聽我上課 我跟他說這直播齁 待會十點半的 趕快去專訓耶 我是被我媽逼來的 怎麼逼 一開始的時候齁 隔壁有一個阿姨 就跟我們媽說 欸 台灣啊 要變天啊 要換政府啊 你怎麼知道 知道 不知道 要知道 我說齁 你不要聽那有的 沒有的 你讓人騙了啦 我跟我媽這樣說 然後我媽齁 不是跟我 不只跟我講 她跟我姐講 我們家三個姊妹齁 都跟我媽講 你讓人騙了 你不要去摸這個啦 對啊 然後我媽就 想說跟我們講 沒法度嘛 就過了一陣子 過了一陣子之後 那個阿姨又來了 又跟我媽講 欸 你去了解啦 你去聽聽看 然後我媽就齁 說不然叫我陪她去 去我們 州部 我們是不是有州辦公室 去州辦公室 然後那時候呢 州辦公室的知識 就跟我們 大概解釋一下 出來之後 我媽就問我 欸你聽到有沒有 啊你覺得是真的假的 我就跟我媽講 我聽到沒有啦 你看我這個年紀齁 我第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從小到大我沒有聽過 欸 啊因為政治能感嘛 在我這個年紀 是不是政治能感很正常 我又是女生 我真的對政治沒有任何的感覺 所以 那時候聽她講一大多什麼 喔台灣的歷史 然後講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真的沒感覺 然後我還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無法理解 我沒有感覺 我就跟我媽講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可是我覺得 我們不要去參加這個東西啊 聽不懂啊 又過了一陣子 隔壁拿的又來了 欸 不然你叫你女生去上課 上初級班 上上課 看她覺得怎麼樣 回來再跟你講 結果我媽就從早到晚 一直給我努力 施展她很如的功力 你去上課啊 你去上課 你去上課 你有贏啊 你去上課 啊結果咧 她有好 我會說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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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她應該不會幫我殺你知道嗎 我想好啦好啦那我去上 聽聽看喔 到底講什麼 然後回去我再跟我媽說 結果我來上初級班 上完的時候 您嘎嘎 我相信還是不相信 相信欸 相信欸 我直接就相信了 這樣有單純嗎 我很單純欸 我很認真的上課 聽完之後 我就相信了 然後我馬上就 懷抱著一股熱血 我就去跟我朋友分享喔 我就跟她講 啊我才剛上完初級班喔 然後我就跟她 呸一趴啦講 然後結果 她隔了一天晚上 隔天打電話給我 欸 我認識你十幾年 我知道齁 你讓人騙了 我說 有什麼 她說齁 我認識你很久齁 我知道你的個性 你一定齁 很懶惰 沒有上網查對不對 我說對 妳怎麼知道 啊人說什麼 妳就姓什麼 啊妳沒有上網去看嗎 我說沒有耶 啊不然網路上講什麼 詐騙集團啊 妳沒有去看嗎 台灣民政府 詐騙集團啊 台灣民政府啊那那那 這個負面耶 網路上一打就有了啊 然後我只跟她講一句話 我說齁 我不是懶惰 不是不去查 是因為台灣民政府已經成立這麼多年 裡面啊 學歷高的知識分子 老師碩士博士不在小數耶 我說他們有的疑問會比我少嗎 他們擁有的知識一定比我多 他們的問題 早就都問過了啦 輪不到我去想 我只需要問裡面的人就會有答案了 我去查齁 一定沒有他們查的還要清楚啊 我說這樣 有比你比較聰明嗎 我說我跟我朋友講 因為啊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兩面對不對 你只看到負面的 你沒有去看到正面的 請問你用什麼樣的價值觀去評論這件事情的對跟錯 是不是 你一定要知道什麼是正面 什麼是反面 我們才有這樣的立場去說這件事情的真假嗎 所以我就這樣跟我朋友講 可是我朋友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至今《相和平條約》裡面啊 第二條 日本不是已經放棄台灣的名利請求權了嗎 那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我就跟他說齁 我不知道啊 我初級班才剛上完 法理還不是很懂嘛 對吧 剛不給勤奏 現在在場的有很清楚的了嗎 應該都還有點混亂對不對 在歷史上法理上都還會有點混亂 很正常 因為法理的深奧啊 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馬上很了解的 你必須去看新台灣論 然後要融會貫通 他有一個邏輯的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不知道 那我還會去上高級班 我上完之後 我再告訴你答案 結果我高級班上完 也還是不是很懂 所以終於有人叫我去考俊首 考俊首 就一定要讀書對不對 讀了新台灣論 讀完齁 我自己有答案了啦 不用問人了 所以所有的法理的問題 都在新台灣論 有問題齁 問人得不到答案齁 看書裡面一定有 我現在啊 帶大家來看台灣的一個歷史 那 整個歷史的過程啊 呃 剛開始可能會有一點點無聊 不過它是需要這樣子一直這樣子順下來 你才會有一個從頭到尾的概念 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齁 這個地方是台灣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齁他們打開一個大航海的世代 開始航海的時候 經過日本琉球來到這個島嶼 哇 這島嶼好漂亮喔 那是哪裡 台灣 他們歐洲人有一個名詞 FORMOSA 美麗的意思 他們將FORMOSA賦予台灣 這個美麗的島嶼 所以大家很多人應該知道吧 台灣以前叫FORMOSA 有磨砂 为什么分成三块 不是故意的啦 因为航海技术还没有很完整 所以最早期台湾的地图 是切成这样 但是这是我们 台湾最早期的地图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一块啦 因为航海技术不是很好 那大家猜猜看 最早活动于台湾 FOMOSA这个岛屿的外来民族是谁 日本 还有呢 葡萄牙 荷兰 矮族人 刚刚也听到高沙族 高沙族是原本居住在 我们台湾的住民 所以最早活动于 台湾的外来民族是 日本 一般我们在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一般来讲都是告诉我们 荷兰西班牙 葡萄牙 然后有效的 有效的 有制度的管理台湾的荷兰 可是很少会提到日本 但是在十三十世纪界的时候 日本人就已经在台湾的 这个岛屿 FOMOSA岛上活动 它是一直到1633年的时候 德川幕府的首国政策 才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活动 那是他们日本人 为什么 所国政策 他们有一些 本土一些教义上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证明 我们日本至少 比中国提早三百年以上 在台湾这个岛屿居住跟活动 所以大家 历史课本有那个历史记忆的荷兰 他要来到台湾啊 他都必须每年 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进贡 三万张的陆匹 获得日本的德川幕府的许可 他才得以进来台湾 这块岛屿上活动哦 所以他还得经过日本的同意 所以 大家知道 最早 比较有 占据台湾 然后比较有制度的管理台湾的是荷兰 那荷兰为什么要来台湾 贪图台湾的什么 哦 陆匹不是 大家知道西方跟东方 欧洲人最喜欢中国的什么东西 瓷器 瓷器 丝绸 因为瓷器丝绸啊 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讲 那个相当于什么 他们的黄金一样珍贵 所以荷兰他当时发现了这一块经济利益 他想要他也想要分音碑根 所以他要找一个什么 转运站来连接东方跟他们西方国家的之间的一个转运 那他刚开始选哪里 彭湖 结果当时中国的大明国 他觉得彭湖离我好像有点太近了 威胁性太大 所以他就出兵将荷兰赶出彭湖 那赶出彭湖之后他第二个点选哪里 台湾 如果他今天是以经济利益来占领台湾的时候 请问他会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吗 不会 有没有听过红毛鬼子 啊知道红毛城在哪里吗 淡水 有去过吗 有的人有去玩过 当时他在那个我们这个时期的时候 他叫做乐兰赶城 他盖的就是一个控制台湾当地的一些著名的一个军事基地 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毛城 那荷兰他因为占据台湾 是因为要以台湾为转运站 所以他不会好好的建设台湾 也不会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 所以我们记忆中会有红毛鬼子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以后 也就是现在台湾的文化跟台湾现在的状况的一些重点 你会发现 哦原来我们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被开发了台湾 就有被外来民族开发 可是为什么一直到大清国的时候都还是非常的落后 因为有没有心 来治理台湾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16、17世纪的时候 FORMOSA台湾就已经奠定为重要枢纽的位置 可是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汉民族 他们完全是属于锁国政策 他们连地球是圆的 怎么会支海图都不知道 这个的重点就是 台湾已经打开了文明的世界的时候 中国他还在锁国 那代表什么 文化上的落差会开始有差异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 哦我原本从小到大读的历史好像是 西班牙荷兰 他们是最早期的 可是其实是日本 这个在我们很多的文献里面都有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却会被不重视 被抹灭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很多的历史 会跟你从小到大读的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这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佛摩萨大带 大概的一个政权轮替就是 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政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他的国土之一 1945年的10月25 我们被战败 然后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荷兰他占据台湾的时候 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占据台湾的时候 请问 荷兰有没有用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为什么 占领而已 还有吗 殖民地 原因是 因为他有效 以利益为主 还有 因为他有效的管辖范围 不是FORMOSA的全岛 来看 荷兰东印度公司 他有效的管辖台湾 只有哪里 一部分而已 对不对 你要拥有这一块土地的主权 你一定要有效的统治所有的台湾整个岛屿吗 所以他只有拥有部分而已 所以荷兰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建构过台湾的主权 能了解吗 那当 郑氏王朝 就是郑成功 他将荷兰赶出台湾的时候 他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他有效管辖范围 只有哪里 有效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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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救台湾人吗 对 有没有听过 反清复明 他当时呢 就是为了反清复明 需要一个基地 所以 他才将荷兰人赶出台湾 但是并不是解救台湾人 所以 是为了战争 那 请问 郑成功会有 有心 然后有效率的 管理台湾的人民吗 会建设台湾吗 不会 因为 都是有目的的 而且 他管辖范围 只有一点点 也从来没有拥有过 台湾的主权 那当 反清复明 大清国 收服了 郑成功之后 大清国占据台湾的时候 请问 大清国有没有 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为什么 对 有看过这个地图吗 昨天看过 那知道为什么 只有西半部 对不对 那请问东半部呢 我们的高杀组 是不是很英勇 所以进来 他的猎场的 全部砍头 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吗 有哦 所以因为这样 他保护了他的猎场 但是 就只是这样吗 知道大清国统治台湾 多少年吗 212年 对 212年久不久 很久的 这久的时间 以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讲 他会没有去收服整个台湾 我觉得很奇怪吗 212年的时间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国对台湾的领土 有效的管辖范围 不及于FOMOSA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 屯肯去 为什么 有原因 在大清国所认知下的台湾 是什么样子 当时 大清国的皇帝 他把郑成功赶出去之后 其实啦 他是不要台湾的 因为他们的锁国政策 他们没有去发展航海 所以当时 他们的认知里面 觉得台湾啊 离大清国 很横耶 他们觉得很远 然后呢 大清国从荷兰开始 是不是一直没有 被很有效率的管辖 没有被建设 所以一直到大清国 占据台湾的时候 他都认为台湾是一个 荒芜的画外居地 请问建设要不要钱 然后管理要不要钱 要不要人 也要物资嘛 大清国的皇帝说 我没想到要台湾 我感觉很麻烦耶 还要给他建设 然后还要管理 还要花钱 大清国很穷 不想要花这个钱 可是当时 师郎就跟他建议 他说 避免啊 台湾再被占据 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你还是得管辖他 你还是得管辖他啊 不然 够麻烦耶 可是大清国皇帝说 我没想要花钱啊 这样要怎么 师郎给他一个建议 我们用班兵制度来管理台湾 什么叫班兵制度 台湾啊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用三年为一起 我们现在先讲 我们是不是要文武官员 文官 县长 市长嘛 行政官员 他就给他限制 第一个 你不可以带家眷去台湾 你的家眷要留在中国 留在大清国 然后 你去到那里 三年回来之后 就帮你升官 利诱 然后 你去到那里之后呢 来回的车 来回我们讲坐船好了啦 来回要不要扣掉半年 差不多 来到台湾之后 你熟悉整个台湾的邻里 要不要一年 差不多 等你开始规划建设蓝图的时候 差不多要回去了吧 请问如果你是县长市长 你会好好的做吗 我就没办法不离开台湾啊 我的家眷都在大清国 然后 我回去我就可以升官了 我也没有必要眷恋在这里 那为什么大清国要这么做 因为他怕你跟当地的 人民在起兵造反 结伙反清 所以他做这样的制度 你也不会在台湾多逗留 那五官呢 要不要派兵管理 五官他就找 大清国当时的 无业游民 无业游民啊 农民啊 全部都招一招来 不用客气 他没人 全部都派来台湾 一样也是用三年的 搬兵制度 请问有这样的文官武官 212年台湾会变怎样 只有贪污腐败而已吧 台湾当时600万多万人口 物产丰饶 地广人稀 是一个 非常适合贪污的好地方 所以啊 文武官员 给他们这样子的制度的时候 他在台湾 绝对不会好好做事 所以因此 他们也 台湾不足成 连盖一个县政府 都不愿意盖 那在大家的记忆里 他还是我们的祖国 是不是 还有被骗说 光复节 我们要回归祖国的怀抱 这就是祖国对待台湾的方式 所以212年来 台湾还是一样 非常的落后 荒芜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不断的台湾人一直在 抗争 因为清朝的官 完全不会好好对待台湾人啊 因此 台湾的东半部 他们根本不会花钱再去征服 只有拥有 他们觉得比较简单的西半部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212年 大清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所以我们会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从来就不属于哦 他没有建立过台湾真正的主权 所以大清国到1887年的时候 才完成台湾的建设 换句话说 他在占领台湾 Formosa西半部的时候 一直到204年 才宣布将台湾 并入大清国的版图 他有宣布啦 要并入他的版图 可是台湾只有一半而已吗 没有呢 台湾是 还有东半部呢 所以从来我们就不属于过中国 这样了解吗 可是 大家有没有觉得 台湾的文化很奇怪 如果你们有去过国外 美国 日本 还是其他的国家 你有没有发现 外国 当地的文化 比如说基督教 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吧 对不对 那日本人是不是 他们就是拜那个神社 对不对 为什么台湾 的文化是 我们高沙族是不是姓基督教 几乎嘛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佛教 还有道教 有没有发现台湾的文化很奇怪 怎么会 明明是居住在同一个岛屿上的人民 却拥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 我们应该没有 很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的历史 从荷兰 然后经过东西方的融合 才会造就现在的台湾 所以当时荷兰 他不想要好好的控管台湾 但是他 有好好的 要经营台湾的这个教育 所以他有注重在通商基督教 所以我们的高沙族 现在才会大部分都姓基督教 那大家知道台湾最早最早 属于我们原本高沙族 平普族的文化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台湾没有去建构一个国家 都是被外来民族统治对不对 因为台湾都是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那部落之间的语言 还有一些文化 不尽相同 所以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是 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效忠对象 共同的文化 文字 书 所以我们最早歧视 母系社会嘛 然后我们没有文字 没有书 只有什么 代代相传 灵魂不灭的传说 永世传说 一些传说 但是 没有共同的文字语言 所以 这样的状况 很容易怎么样 被外来的民族统治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一个制度嘛 然后你没有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书 这是台湾人 为什么很容易 被外来民族统治的原因 所以因此 现在的台湾 被冲击到的文化 从荷兰开始 有很多人开始信基督教 因为荷兰在这一点 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传教 那再来呢 我们接下来好像是什么节 端午吗 端午节对不对 要吃什么 肉粽 请问我们的 春节端午节 中秋节 清明节 七夕中原 是原本台湾人的节日吗 不是哦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清国时期 212年所受到的 外来文化的影响 外来哦 不是属于我们原本 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所以啊 今年过年的时候 秘书长就有讲啊 我来看看你们这些人 会不会去包包 会不会搜红包 会哦 所以台湾民政府 没有红白包的文化 这样是不是很好 所以台湾民政府 未来 要做些什么 台湾现在是不是已经融合了 过去东西方的文化 我们可不可以创造 属于台湾 本土台湾人真正的文化 所以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会 像现在 我们的组织架构 就是结合美国 日本 我们收取他们 最优秀 最好的 政治制度 来治理台湾 包括以后的文化也是啊 我们 会不会破坏大气层 会哦 那如果改成鲜花 好不好 也不错啊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慢慢去改变 然后 为了台湾这块土地 为了这个世界 可以做更好的改变 我们将最好的东西 都拿进来台湾用 变成我们自己的 台湾人的文化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原本属于台湾的文化 历史是什么 但是现在存在的现象 又是什么 这样你才会很清楚 所以我们最早期 没有文字没有书 代代相传 以灵魂不灭 然后东西方文化 是受到外来的民族的影响 这样集体情意识的文化 它会造成什么 很可怕的魔咒 所以现场在场的童心啊 当有人跟你讲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说你以后的生活 会过得更好的时候 你会相信吗 有的人单纯 很快就相信了 可是一定会有疑问吧 多多少少 我相信现在坐在这边的 如果你对法理 还不是很了解很清楚的 你心里面 应该还是存在着疑问 这就是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70年来的教育 他就成功的啊 不可否认 洗脑的还蛮彻底的 有没有看过这一张 1895年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 澎湖有九哥让给日本天皇 有看过这个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签的这一个 叫做 下官条约 就是从小到大读的 马官条约 日本称 这个叫下官条约 所以大家改过来 以后这个就叫下官条约 上面有个重点 皇帝跟皇帝签 再来签什么 台湾全岛及所有 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 及 北纬什么什么 啪啦啪啦啪啦 有没有 这一张 看起来很像什么 土地全壮 有没有 像不像土地全壮 从下官条约 签订之后 一直到今天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条约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 割让出去 你们可以找找看 有再这样子写的 然后将台湾割让出去的 没有 所以土地全壮 到现在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里 这就像是一张土地全壮 我们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讲到这里我先说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我刚上课的时候 我有一个疑问 所有的台湾民政府的老师 都讲说日本对我们多好多好 有没有 可是在你的记忆里面 好像有抗战吧 对不对 好像有战争啊 然后一些物色事件啊 对不对 因为日治时期 多久 50年 可是 它其实是分为前中后 三个时期 刚开始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台湾嘛 大清国 212年 我们也抗争习惯啦 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 所以又有外来民族 来统治台湾的时候 也是要抗战一下啊 对不对 包括我们英勇的高杀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台湾人是拿什么 有拿到这个吗 爹哥 到菜的 有吧 啊跟 日本兵打 请问 输海盈 当然嘛输 可是我跟你讲 日本兵 刚进来台湾的时候 死了三四千人 为什么 是被爹哥到菜都打死了吗 不是 啊怎么死的 疾病 火乱 为什么 台湾 太脏了啦 表示 我们从 荷兰正成功 一直到大清国 212年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进步跟建设 只有脏乱 留在台湾 所以当日本来到台湾 初期 死了三四千人都不用打他啦 他就自己死去啦 因为生病 没办法太脏了 所以 刚开始我们 进入台湾的是 五官的后腾新品 他进入台湾之后 他发现 天哪 这个地方 有够落后的 又脏又乱 然后 东半部还没有被统治 他就觉得这样怎么办 他有问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询问 美国跟他讲 你要像我们 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你必须先武力征服他 整个主权拿到之后 你才能建立制度吗 你才能建立所有的东西 完整的文化 因此 所以才有我们 记忆中所谓的抗战 刚开始他 也没有将台湾 当作说自己的国土 在后腾新品的时期 他打算用殖民主义 严格的控管台湾的社会 因为台湾很乱 所以用武力来征服台湾 控制台湾 所以他在武力征服东半部之后 取得台湾整块土地的主权之后 这时候啦 但是啦 他还是有给我们一个 我们的帝国道菜兜 一个评价 英勇的义民君 势可杀不可鲁的台湾民族 所以台湾人是很优秀的 那你说他有过有没有共 有 我们在场有申请台湾民政府 身份证的同心请举手 很多 你们申请的时候 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日志时代的户籍腾本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申请日志时代的户籍腾本 这名台湾人 那为什么不申请大清国时代 为什么要申请日志时代的户籍腾本 不是申请大清国时代的户籍腾本 因为 根本就没有大清国的户籍腾本啊 我们的 所有的完整的制度都建构于日志时期 后腾新平呢 他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建设 为什么 土地调查 户口普查 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 交通警察等发展 他将户口普查 台湾的家家户户 你们家有几家族的人 调查的清清楚楚 所以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到现在 都还在沿用日志时期的 户籍腾本 这是真正的原因 因为大清国根本没做 他没有要建设你啊 他管你有多少人 是不是 所以 完整的 台湾的制度 从这时候才开始建立 建立了这么多的制度之后 台湾呢 我跟你讲 这本人很有眼光 大清国就傻了 为什么 台湾呢 是一个 物产风饶 一年三收的岛屿 对不对 你 虽然一开始 你必须要花钱建设它 但是 你建设好之后呢 它还成为了日本的 大米仓 我们是一个 鱼米之乡 是 台湾是一个宝岛 你只要开发了台湾之后 台湾能够攻击的 是 无可想象的 所以因此 到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啊 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中央的补贴 不需要日本再拿钱给台湾建设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攻击它 这时候台湾的公共建设 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 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 已经是亚洲的第一 这样有没有厉害 很进步 因此台湾从这时候开发之后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亚洲四小龙怎么来 经济奇迹怎么来 中华民国好像说是它的功劳吧 是不是 谁的功劳 日治时期的功劳 跟它有什么关系 美国 那个时候还是日本啊 所以 我们后来到前期 差不多二十几年 五官 那个厚藤新平 治理完换了文官 田建智郎的时候 后面大约三十年左右 他用什么样的建设来治理台湾 当时他跟日本的首相援进 他们就想 台湾啊 真正不错 物产丰饶 人口也不多 然后又一年三收 我们把台湾 纳为国土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从日本 琉球 做了一个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 规划将台湾纳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这时候 他必须依照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实施一些 应该要做的事情 同化政策 你们要有共同的效忠的对象 让台湾人如日本人一样效忠天皇 学习日文 我们的长辈是不是都有学 要有共同的语言 然后日台共学 然后呢 建设台湾 大家知道八田与一吗 知道 他是台湾一个很伟大的土木工程师 台湾会成为鱼米之乡 就是因为他 那 所以我说 台湾的四小龙经济奇迹 怎么可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设 十年建设 二十年建设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日本的建设蓝图画多久吗 一画都一百年 一百年 台湾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 都是沿用日志时期的建设蓝图 所以 八田与一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这个人 对台湾的贡献 真的是非常的大 他做了什么 台湾的迦南大郡的建设 绵延几万公里的 像蜘蛛网 这样绵延出去 所以让台湾整个成为鱼米之乡 稻米 能够自给自足 我们的乌山头水库啊 这里有去过吗 这是 在乌山头水库的 那个八田与一的雕像 纪念它 它就是这样吐了 然后看着台湾整块岛屿 然后在想 它要怎么让台湾的这些稻田 的这些稻米 都能够一年三收 所以我们乌山头水库盖好之后啊 它是成为 世界第三大水库 世界哦 哎呦厉害不 教科书上 现在中华民国的教科书上也有写 但是 大部分他会跟你强调什么 康熙 乾隆 雍正吧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对这些历史比较熟 对中国历史通常会比对台湾的历史还要熟 请问中国的历史干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为什么要读 中国历史读这么多 武则天 慈禧 然后结果真正跟台湾人有关的历史 大家却有记忆深刻的少之又少 很可怜啊 台湾的经济奇迹怎么来 交通运输方面 贯穿南北的重贯铁路 船 港口 机场 台湾的电力 水力 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 就是媒体 将这样真的把台湾建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有语言 有建设 有媒体 有娱乐 所以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进步 一百年以上的文化落差 那大家可以想象哦 当我们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台湾 占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228 是不是很可怕 文化素养的落差太大了 我们很进步 所以 建构的各级行政司法机关警察 护正农或金融财政体系 及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会将大家的文化素养拉到一定的水平 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看新闻啊 有没有常常看到中国人 随地大小便 有没有 是不是到各个国家都被大家讨厌 那如果你文化水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不会 你敢吗 在路上大便 小便 随地乱土潭 你有一个文化素养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事 所以 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台湾人的文化素养 已经拉到一个很进步的水平 但是中国 还是非常的落后 大家看到这些 他们跪着在干嘛 读书 那有没有发现我们大家都坐着 他们有什么跪着 训练一种 武士道的精神 教终 武士精神 其实日本当时的武士精神 是很让人敬佩的 他们的一个忠诚度 然后效忠度 还有对很多事情的专注力 我们看到这些学生整齐的头发 然后他们都有穿什么 鞋子 这一张啊 我妈那当时看到的时候 他跟我说 诶 他都有穿鞋子了 我说 什么意思啊 我小孩的时候 台湿的时候 还没鞋子穿鞋呢 我说 你小孩的时候 绝对不是日治时期之前嘛 一定是日治时期之后嘛 那日治时期的学生 有鞋子可以穿 你的时期没有鞋子可以穿 这代表什么 退步了嘛 经济有问题嘛 在 这个时期 有很多可以证明 当时 的生活 这一张是 在台湾成立第一所 由台湾人所就读的小学 然后他们打赢了 日本的学生 棒球 然后合影留念 的照片 那代表什么 代表 你 吃的 饭 穿的 烧 还可以 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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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还可以 卫度 你一定是 吃的饱 穿的暖 经济许可 下你才有办法发展 其他的休闲娱乐跟运动 还有艺术 对不对 如果你都吃不饱 穿不暖了 你还有时间画画 还有时间打棒球 所以 当时台湾的经济 人人啊 吃的饱 穿的暖 生活都过得很好 可是 就台湾人 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怕战败而已 这个时期 陈陈波很多人认识他 他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在日本那个时期 他有进入地展 入选 可是大家 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 等一下跟大家讲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1895年 大清国治理下的台湾 212年 日治时期 50年 治理下的台湾 两个比 有差吗 一个很干净 很脏乱 一个才50年 一个212年 这样有恐怖吗 有心治理台湾跟没心治理台湾 所以台湾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 什么时期来的 日本 日治时期的时候来的 终于 日本天皇 他下达了诏书 在1945年的4月1号 他下达了诏书 颁布了宪法 将台湾从此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已经对台湾的人民 已经做了很多的前置作业了 对不对 当他实施宪法的那一天 他也建构了台湾的完整主权 因此大家看到这一个日本的地图 日本嘛 他这里是哪里 台湾 已经归纳为成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有个先例 我们当时跟大清国签订 下官条约的时候 除了割让台湾跟澎湖给日本天皇之外 大清国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是哪里 这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不行 辽东半岛是大清国的起源地 也就是当时满清的奉天 他说这是他们的起源地 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此不可以割给你 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又将辽东半岛再签订一个辽南条约 割还回去给大清国皇帝 所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当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以被割让吗 不可以 再加上我刚刚有讲 从下官条约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有在任何一个条款有在签订 土地权杖将台湾澎湖割让出去吗 没有 所以台湾领土主权到目前为止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当时呢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下达宪法之后呢 也对台湾的人民下达了征兵力 参政权 所以我们有台湾的人 去到日本的国会议会 去开会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因此 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天皇的领土之一 完全合法 完全合法 可是 有一个 大家现在历史上会很错乱的重点 我刚刚讲什么时候下达宪法 1945年4月1号 那请问1941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美日太平洋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战争的时候你会冲啥 逃跑 对吧 就赶快 你还会在 194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仗了 然后1945年的时候颁布宪法 是不是重叠了 在战争的时期 你会去关心 颁布宪法不宪法吗 所以 台湾人的历史记忆很薄弱 你的历史记忆薄弱并不代表 它不存在于事实 那个是因为 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 所以造就了 现在大家历史上的模糊 结果 1945年的9月2号 日本战败 1945年4月1号 颁布宪法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然后 过了几个月之后 9月2号宣布战败 那请问我们这样子 只有经过几个月对不对 那我们还会去 日本天皇的领土之一吗 是吗 对不对 就像你去护政事务所结婚了 你应该回家回家 身份证上后面多了一个人民 你只要没去盖离婚 他就是你老公嘛 他就是你老婆嘛 一样的意思 不管时间有多短 1945年9月2号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迈克阿瑟领布一般命令 他将日本四分五裂 我要把日本五马分尸 有没有很痛恨他 因为当时 他是不是有偷袭 日本有偷袭美国的哪里 珍珠港 所以美国觉得日本 有厉害 我害怕你再崛起 因此 我要把你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交给当时俄罗斯战管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和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就交给蒋介石集团 为什么要交给蒋介石集团 其实美国 当时只有一个 很简单的想法 他就是说 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 语言嘛 或许吧 他只是比较单纯的 这么认为 然后将日本的领土 五马分尸 可是他没想到 我们在1945年的10月25 交战国占领日 也就是所谓的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我们在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之前 大家不知道 台湾有两个月的时间 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没有警察 没有政府会干嘛 抢劫 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 赶快抢银行 抢Seven 西马克 你这个时期 一般的认知 就是动乱 可是刚刚我师傅有讲 大家有看到那些学生 都跪着在干嘛 读书 那表示什么 表示武士到精神训练的 给他赞 所以 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 台湾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乱 自己人民成立自卫队 好好的护卫台湾 等待迎接 祖国 的怀抱 所谓的祖国的怀抱 没有 当时的台湾人以为祖国是哪里 212年的大清国 错误的认知 因为日治时期只有50年 大清国统治了212年 虽然日治时期很好 可是 台湾人就是有一个 我们讲乌龟的心态 因为你战败 日本战败了 如果你 你要当战胜国 还是要当战败国 大家都想要当战胜国 所以他们想说 那战胜国是 当时 比较强嘛 以为嘛 结果他们殊不知 所有的 整个整场的战役 主要会战胜 都是因为美国 蒋介石集团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 基本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出到 结果我们是派给 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当时的日 当时的台湾 经过日治时期的50年 是非常的进步跟繁荣 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吗 所以呢 差距100年以上的文化差距的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的兵 穿那个草鞋嘛 破棉袄 来到台湾 哇 台湾人口又少 物产丰饶 然后 又有钱 600多万人口 每个人都很有钱 真的是一个宝岛 然后 那些兵 还会 文化落差到 他去 杂货店 买水龙头 回到他家 那个墙壁 把他搂一个坑 把那个水龙头插进去 把他盖开 怎样没水 怎样没水 他就拔起来 又拿去那家户店 给他问 你这水龙头坏掉了 我回去倒 怎样没水 他连自来水 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这样有恐怖吗 这样的台湾人 被这样的文化的人统治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是一个宝岛 他一定 你看 1946年1月12号 强迫将台湾人 以一道行政命令 将你们现场所有的人 都规划成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们有没有 手上拿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大家不知道 公民才有投票权 国民有投票权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集体将你的国籍强迫改为 没有出自于合法意愿自愿 就将你从 原本是属于日本天皇的皇民 更改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我们发生什么 1947年的228事件 228屠杀 我跟大家分享 我是一个政治能感的人 一开始 那在我这个年纪 大家应该想象得到 我会对228有太大的感觉吗 没有感觉 只是认为他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可是我来到台湾民政府之后 我发现原来在日制时期 他训练了2万到3万的精英 有谁 我们刚看到的陈陈波 老师 律师 医生 博士 硕士 艺术家 2万到3万 这么多 他可以为台湾 完全的组织一个坚强的内阁 议会 很棒的政府 这样的人知道 蒋介石集团在做违法的事情 他们抗争 结果 蒋介石集团为了占领台湾 永久占领台湾 他将这些精英 全部屠杀 刚看到那个画家陈陈波 他从车站出来之后 双手合掌 然后从手掌中间被穿过去铁丝 在车站前面跪下来 砰 就直接 就地枪决 有原因吗 没有 当我知道他这样子屠杀台湾的精英的时候 我开始会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 原来我真正是身处在台湾的一份子 原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精英 然后因为他们想要的利益 就这样子屠杀我们的人民 接着用什么 长达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最长的 白色恐怖 戒严时期 38年用56天 将在场的各位 全部都洗脑成功 我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全部杀光光 然后你们这些还知道的 我把你们封嘴 你如果是又敢说 晚上你就没去 你又敢说吗 不敢 有恐怖吗 有没有残忍 结果现在 却一直说 我们放下过去 我们不要再去追究 我们没有要仇恨 但是大家要知道 发生在台湾人身上的是什么样悲惨的事情 然后他们现在 台湾治理当局是什么样的立场 他应该要不要把政权还给属于我们的本土台湾人 要 然后呢 1949年的 六四万块 换一块 当时我出高级上完 我还不是很懂的时候 法理 我弟弟 他是台大生 高知识分子 有聚会吗 我跟他讲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讲到四万块换一块 他就说 那个是因为 台湾当时的物价通膨啊 所以他必须要用四万块换一块 才能将台湾的经济稳定啊 他说得没错 他讲得没有错哦 可是 我弟弟所不知道的是什么 台湾的物价通膨是谁造成的 蒋介石集团 他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正在发生什么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在中国自交在国共内战 他们自己在战争啊 当他接管到台湾跟蓬慧的时候 他发现台湾人这么有钱 他就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嘛 将台湾所有人民的物资收刮一空 用他所谓的新台币之后 全部运到中国去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请问台湾会不会物价通膨 谁造成的 蒋介石集团 结果他们还敢讲说 哦 我们为了稳定台湾的经济啊 可是他却 三七五减租 大地使台湾人 大地主变小地主 本来原本过得很好的生活 变得像我妈 没得了唐情 然后饿死街头的一大堆 在他们来接管台湾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情 公然抢夺人民的财产 想尽办法将本土台湾人 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他们的人 他们的钱 大家不知道 你们现在拿的中华民国的 国民身份证的背后 有一个透明的暗码吧 知道啦 很多人都讲过 有效的将本土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可怕吧 大家应该有听过秘书长讲 马英九跟他是同学 明明成绩就是很烂 结果咧 还是可以上哈佛 有没有私下作弊 绝对有 这就很可怕 严重的官僚作风 这样欺负本土台湾人 美国没想到的是什么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民国终于战败了 在这一刻他成为流亡政府 他跟谁战败 跟中华民国哦 共产党对不对 但是 我在这个一刻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流亡政府 因为中华民国被赶出他的首都南京 离开他的领土之后 这一刻 这个政府就叫做流亡政府 除非他回到他的领土 他才能恢复正常的国家 所以在台湾的70年来 他都是一直以流亡政府的身份存在着 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不合乎法律 完全没有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不可以对台湾人征兵 占领不得一专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这句话常听到吧 有没有开始知道他的意义在哪里 那美国要不要管 其实美国对我们有强烈的义务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要战胜国 主要占领全国 他发现 天哪我以为 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 结果没想到在台湾产生了228屠杀 然后又强迫将台湾的人民改国籍 这么多的犯法的事情 结果台湾的人民变得很悲惨 他要管 他也想过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 可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又发生了 1950年的韩战 所以美国他为了要反共 他牺牲了台湾 因为在台湾 那时候他交给蒋介石集团 跟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他自顾不暇 他要在战争嘛 他只能又没有人要收留蒋介石集团 然后他又需要在台湾管辖的人 能够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 所以他就暂时将台湾的利益牺牲了 因此他有没有责任 有 在1952年的4月 把旧金沙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 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 旧金沙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不是已经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 立民立请求权了吗 那为什么你们还说是 日本天皇的领土呢 日本天皇之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站在这里上课 我在使用这间教室对不对 请问这教室是我的吗 不是 他有地主嘛 可是当初地主说 他跟我签合约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教室的使用权都给我啊 他不管 这样还不是我的吗 意思就是这样 旧金沙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 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 但是 他有签订 土地权重吗 没有 他有指定收受国吗 没有 所以 这块土地到 不管是旧金沙和平条约 他都还是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日本天皇对我们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这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有一点深 你得再看一下新台湾论你才会更理解 但是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他是这样的意思 那 残留的主权义务是什么 我如果在这块地上放火烧 这块地主总是要管吧 我放火烧教室 所以 虽然日本天皇 放弃了对台湾的管辖权 但是他总是有义务关心我们吧 所以我们在5月17号 大家知道 日本有一个很盛大的酒会 对不对 政党招待会 这个就是 我们要让日本知道 我们3月12 的记者会 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们的再次的控美案 还有包括控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的这个事情 你们日本人必须知道 你们有对我们有残留的义务 是不是 但是有人会问说 三个公报呢 开罗宣言 波兹坦公告 日本详书呢 不是在在的都讲说 台湾跟澎湖必须归还给中国吗 那请问 这个是什么 是条约吗 不是条约 他只是单方面的认知 什么叫单方面认知 有没有看到小朋友在抢 一颗球 那这些小朋友抢这颗球的时候 在玩假有没有 他说他的Q是他的 然后隔壁的也说 那啦Q是他的啦 你要贏他 然后另外一个也讲说 球是那个人的 你要还他 然后结果 那颗球啊 的购买发票 在我的口袋 球是谁的 我买的嘛 我的嘛 一样的意思 在战争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要将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国 请问日本有答应吗 没有 有签订条约吗 没有 土地权重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 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 到今天为止都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他已经放弃了管辖权 因为战败 所以由美国 占领 他是主要战胜国 因为他在日本投下了 原子弹嘛 他是主要战胜国 因此 他有权利跟义务 来降临台湾 日暑美战 就是这样 了解吗 所以 台湾人 有一个观念 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在场的人 都是跳蚤 你知道跳蚤多厉害吗 看他小小的 对不对 可是世界上 跳的最高动物 跳的最高的动物 就是 跳蚤 他可以跳 比自己身高 还要高100倍 那我们做一个实验 你用一个盖子 把这个跳蚤盖起来 然后你拍桌子 他会跳 对不对 他会弄到 什么 玻璃 然后你在拍 他在撞到玻璃的时候 请问 他会降低他的高度吗 会 跳蚤很聪明 他就会跳低一点 不要去撞到 然后你就 把那个盖子 再换低一点 再拍 他就又再低一点 你把盖子 一直换到 接近桌面 这么矮 有没有 你再拍 我跟你讲 跳蚤会不会跳 用白 他不跳 然后你把盖子 拿开的时候 你再拍 他会跳还是会爬 变爬爪 所以 我们现场在场的各位啊 在之前都是爬爪 你知道吗 为什么是爬爪 因为啊 接受了70年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教育 有一个什么 自我限制的 罩子 你把自己的思想 行为 都限制住了 所以在拍桌子的时候 你不会跳了 你觉得 哪有可能 台湾哪有可能出头天 台湾人会有钱吗 我们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台湾人会多有钱 你们都不相信 那个阿拉伯石油 有没有 那个 以后我们戴那个白色的那个帽子 跟阿拉伯石油 一样 好不好 男孩石油 为什么不能开采啊 台湾国际地位会定论 钓鱼台属于谁的啊 台湾国际地位会定论 很多的争议 都是因为台湾国际地位会定论 可是为什么不处理台湾的真正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要放完那么久 70年了都还不处理 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吗 所以大家要放开自我设限 你们要相信 台湾一定会更好 而且台湾人以后 会很好压 因此啊 当很多人在跟我们讲 你妈要来做 台湾民政府 要来为台湾付出的时候 你不要再想说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等一下你就知道 跟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大家昨天有看到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对不对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终于啊 有人知道台湾的国际地位 在2006年的时候 他带领228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的故事还蛮精彩的 不过时间不够 下次再讲 他是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 然后看了 跟人一样高的原文书 逐不出户 从那些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的原文书里面 才发现 台湾的历史 他坚持 为我们台湾人 走出一条路 所以2008年的时候 美国 和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People of Taiwan 本主台湾人 吴国籍 吴国籍有多可怕吗 如果今天我 嫁给一个飞翁 请问我是谁 我是 女飞翁 对 我就是女飞翁 这是没有国籍的可怕 你知道吗 这样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还会觉得跟自己 没有关系吗 2009年 美国联邦高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政治炼狱 你们那些有下被排除 在公家机关之外的 就是了 所以 很可怕的事情 2009年7月8号 终于美国联邦法院 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我们首次向 征服者的美国 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告诉他们说 你必须履行你的 主要占领全国的义务 终于他们放弃抗辩权 表示什么 你们说的都是属性 放弃了 我放弃抗辩 放弃抗辩之后 要给我们什么 应该要把政权还给我们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 搁置本案代审 因为 当时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带了1000名的公务人员 台湾有600万人民 那现在台湾有多少人民 2400万 那我们要训练多少名公务人员 4000名 1比64比24 那有合理吗 美国跟我们讲 协助你们成立 属于你们本土台湾人的 平民政府之后 请问 我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接掌政权 你有公务人员吗 那 我等比例嘛 我没有把自己批啊 1比6 对不对 当初是1比6 那现在4比24嘛 所以我们的4000名公务人员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在场的各位 秘书长有讲 大家都 在此人有守候群 有保护有拜拜 这个时候才会在外 知道台湾民政府 有看到那些中央志工嘛 有看到这些 大家都在民政府打拼好多年 一开始真的都是很辛苦 是今年的局势 整个转变明朗化 所以现在进来的 各位同心 你们都非常的幸运 要好好把握现在这个时间 因为今年即将要执政 再等也没有几个月了 现在民政府的脚步非常的快 我们即将要将 4000名的公务人员 都提报上去给美国 所以各位都要赶快就定位 当如果今天有一千 突然宣布执政 你们要面临 多少万的台湾人民 来询问你们说 台湾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会回答吗 所以要读什么 新台湾论 然后我们6月6号呢 有一个俊首的考试 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希望大家都能去考 因为我们俊首 只要一补满 可能就不会再补了哦 那大家知道俊首是什么吗 要拥有俊首资格 你才可以当俊首 副知识之事 这样了解吗 所以俊首资格 如果你现在不取得 然后做俊首 以后将来是要跟2400万的 可能几千万的这些人民一起普考哦 那时候你想要再取得俊首资格 就很辛苦 所以6月6号有机会的 有机会 尤其是年轻人 能考就赶快去考 所以还没有办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童心 赶快去办哦 这一张 在今年的1月1号 全世界的194个国家 就已经通用了哦 你可以去出国 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他 那个我们的身份证 这样子拿起来看 你还可以看到 12道晶片的那个防伪线 所以 是不是真的 拿到了 你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没有办的 赶快去办 我们已经通过了 公民权利法案 然后我们接下来 也通过了台湾的基本法 即将要执政 台湾民政府的脚步 是非常的快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大部分啊 如果以 我政治能感的人来讲 我很难理解说 中华民国跟台湾不是等号 我在之前 中华民国 台湾 台湾 中华民国 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那不一樣 进来台湾民政府之后 才知道不一样 以假论争证 欺骗台湾70年 我刚刚有讲到 封锁控制媒体 大家有看到最近新闻 一直来采访 民政府 来我们州采访 然后来中央采访 现在 媒体很有可能 他是打团体战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我们 控美案的那个控告书 他们必须在五月底之前 中华民国要去美国答辩 所以 恨民政府的人恨不恨啊 恨 所以 他能够用什么 媒体啊 看能不能打击你 来跟你采访 结果明明啊 我们的知识 可能讲的一段话 他就特别的去检取 那一段话来放 然后我们这个徽章 不小心放的稍微歪一点 有没有 他就把你特写 这样有没有 很可恶 专门挑你的毛病 那请问 他为什么不公平公正的报导 客观的报导 因为他是在谁的体制下 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所以在今年以前 媒体大部分都不敢报导 我们的事情 但是今年局势改变 他想报导 但是又受到上层的压力 不过 大家有看到很多的报纸 包括连中国的报纸 世界日报 都能够很公正公平的报导 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只有台湾的媒体不能 有没有很奇怪 对 所以封锁控制台湾媒体 捏造台湾历史真相 流亡政府 政府的选业 你们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投中华民国的总统 议员 你就是承认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吗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 有谁 国民党 民进党 台联 清明 你讲得出来的政党 大家知道民进党登记什么吗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他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请问他可以脱离吗 跳脱吗 没办法 阿扁上任之后 四不一没有 上任之后才知道原来台湾的国际地位是这样 他完全没有办法实现 他所想要的 只有台湾民政府 他有办法完全的跳脱 而且我们一定要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来做合法的行为 我们才有办法 让台湾 走出真正的国际地位 大家知道 台湾都快被卖掉了 应该很多人都有在讲 可是 你看报章杂志上在写 但是呢 有没有发生在你周遭 自己亲朋好友身上的 我有 我姐姐啊 有一天她就跟我讲 我觉得 中华民国啊 快搞倒我们公司了 我说你怎么这样说 你不可以太偏激啊 我说我们算是加入台湾民政府 不过我们要公平公正客观 对不对 结果我姐说 我拿证据给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投影部幕 这个机器 我姐姐的公司是 卖这个的 台湾的公司 结果呢 跟政府机关配合 学校嘛 一些公家机关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购买这些器材的预算 那购买这些器材的预算啊 从原本 一万多 后来变成七千多 再来六千多 然后一直到前几个月变四千多 请问四千多有办法买吗 没法买呢 啊可以跟谁买 可以跟谁买 淘宝网 中国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跟中国买 那请问有没有变相的 将台湾的钱送出去 这个就是发生在 亲身经历 我姐姐的身上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中华民国的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在卖台湾耶 是我们台湾人不知道而已 你们觉得你们没有被锁国吗 我们看北韩 北韩的人民有没有很可怜 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这个世界上已经这么的进步文明呢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 然后接受不到外面的资讯 但是 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 有没有都接受到外面的资讯呢 没有耶 请问大家出国的时候 你会去国外去查 228的历史事件的纪录片吗 不会吧 可是台湾没有纪录片 只有国外有耶 请问台湾有没有被封锁 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你不会去查证而已 你看媒体新闻 它报什么你就听什么 你就认为是真的 可是事实呢 现在终于有媒体 会开始报导我们 大家有刚刚有人说他看网路来的有没有 这个 点进去 网站 现在我们大家都进来 台湾民政府变同心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上网 有去看到 这个刊登有没有 请大家不要按 让给不知道的人按 所以这个我们就次数 我们可以让给不晓得的人 来按进去 按进去就是我们的官网 可以多跟亲朋还有推广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们四千名即将额满 我们五月八号要开之前讯 就是过五关 过五关上来之后 如果额满了 很可能就不会再开了 你还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相吗 媒体新闻所报导的 你会不会去看 这个重点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 有 这个图 是代表我们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上面有写台湾吗 Chinese台北 没有台湾 但是他却代表台湾参加奥运这么多年 我没有感觉 真的是很政治能感 原来很多的迹象 都在告诉我们 中华民国跟台湾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这个认知 没有这个感觉 新闻在报的裁军行政院废子案 评探讨建设国共和解 很难有真正的台湾人 能去解读他真正的含义 一个正常的国家为什么要裁军 他是不是要军队保护 需要嘛 可是流亡政府不需要 美国跟他讲 你们让人发现啊 你们要走啊 流亡政府他在国际间 只能拥有自卫队 12万人以下 如果他拥有超过12万人以上 他在国际间就成为恐怖组织 所以美国跟他讲 那你要裁军啊 你要将你的军队减少到12万人以下 所以裁军真正的原因 大家知道吗 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可能不需要军队 所以为什么要裁军 很奇怪 行政院废止案呢 你打上去他不是一条两条哦 啪一堆的 然后你随便点一条进去 中华民国 废止 国防部军医局组织条例 总统马英九将一化 为什么要废止 这是一个正常国家会做的事情吗 因为他要走了 他 没有这么大的领土了 大家知道他的领土在哪里吗 金门马祖 可能还有平坦哦 那平坦又是哪里 政治的台湾创造一连串的假象 我们要会看 看过平坦岛这个新闻吗 有哦 他在两三年前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结果两三年短短的期间 他的建设就发展 有没有看到复制台湾 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 住的太熟悉啊 他就想说哦 那边也来复制一个 另外一个第二个台湾 这一则新闻哦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进来民政府的时候啊 我妈妈我姐姐 他们后来都加入 可是我爸爸呢 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所以他我跟他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不相信 结果有一天我们在看新闻 看到这一则新闻哦 我就问我爸说 爸我问你 为什么台湾人啊 他可以去中国当官 为什么 平潭岛在慕台湾的官嘛 你们台湾人来这里可以当平潭岛的官 为什么 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是一样的地方吗 你怎么想都不合理吧 我爸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 他回答我说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我终于赢了啦 我说你也不知道哦 有跟着怪怪的哦 就是不合逻辑 他要盖台湾怎么盖 他要盖台湾就是现在 没有钱的时候就在马路上挖一下 然后弄一个建设几百年都弄不好 然后盖他自己平潭岛的家乡的时候 这是他们的建设蓝图有水吗 绿能 科技 发电 没有核能 很漂亮哦 拿谁的钱去盖 拿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有缴到钱 拿你们的纳税钱去盖他的家乡 那 为什么他们可以去这里 因为国共和解 大家知道 抗争哦 这个是太阳花学运 他们去抗争什么 福茂 反福茂 ECFA 有没有 我们前几期哦 有一个那个福茂学运的 太阳花学运的学员来上课 我就问他说 请问哦 你在去反福茂抗争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 他的 条约 福茂的条约 说没有呢 我说那你去跟人家抗争什么 好 对不对 可是呢 不只他 不只他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都没有看过条约 可是你看过ECFA跟福茂的条约的时候 里面 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 那谁跟谁签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所签的国共和解嘛 因为他要回去嘛 他得和解啊 不然怎么让他上平坦 所以 跟台湾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耶 结果有没有看到我们学生很可怜 还要还去抗争然后还被冲倒在地上有没有 然后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说 抗抗议这个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台湾有受到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保护吗 我们那时候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马英九中华民国他们做什么 发一个帖子给你 你贴着我是台湾人 那你就不会让人打 他只能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没有办法保护本土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的国际地位 也没有受到国际间的认定 所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是不是很重要 包括我们对外世界的 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对外的贸易 这都是非常的重要 这都有关乎本土台湾人住在这个岛上 所有的人的生计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非常的多 所以迷失的台湾迷失的各位 现在啊已经把你开始导政台湾的历史 我们要知道台湾重要的时官你要怎么去导政它 他会讲给别人听 要去导政别的台湾人 台湾真正的历史 然后你要知道说原来啊 进来民政府他是一种使命感 其实我来到台湾民政府到现在哦 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使命感 我问大家你们有觉得说你今天一辈子哦 你有机会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然后对这个社会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你感觉有可能有可能哦 现在觉得有可能哦 来台湾民政府之前我就感觉没可能哦 我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渺小哦 可是来到台湾民政府之后啊 我觉得今天台湾民政府给大家一个机会 你有机会在这一刻见证历史的改变 很厉害耶 而且你可以为台湾的人民做一点有意义有贡献 对这社会能够做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是不是要好好的把握 你看我们的官商勾结严不严重 大家知道八八风灾千进土石流有没有严重 民宿还可以继续非法的一间间盖 然后我们的工业区都已经荒废的几乎荒废的 没有在用的很多但是还在盖 盖在水土保持区 为了什么 土利 台湾的政治台湾的生态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我们有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没有 但是现在大家有了 现在在台湾民政府大家有这样的力量 可以去思考 如果以后啊那个人孔盖 日本的人孔盖都是在人行道上 台湾的人孔盖在马路上机车常常拔倒有没有 如果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移来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水土保持做好 台湾人民服务 新台湾论要读 6月6号能去考的就去考 这样好不好 好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今天讲课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